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我们河北乡的特产光花园的茶 是茶为春秋冬采摘被茶小绿叶采释过后的茶压制作而成 这部分的功效有很多,可以预防中暑,预防便利等等的功效 甚至还可以粘移易受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环境呢 它是一个旧的公共厕所 那我们就把它变成是一个展览空间 让学生去把他们的想法,学习过后的一些想法在这里面做一些呈现 所谓的鸭尖道就是鸭子和稻子的工作合作的一个概念 农民会把鸭子放到水稻中让它踩踏 这样就不容易让达草生长 鸭子会吃掉,农民比较头痛的害虫也就是独兽罗 这样就不用再喷洒农药 可以让这道田更加的健康 一旦就是有鸭或者是无鸭